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王公是一脸讨好的笑 他说道 小的记得 都是大人您的提点 错了 其实就是这个姓程的帮了你 王公是瞪眼 不解 判官撇嘴说道 王公是很是惊讶 说道 不是说惹恼了高大人 我说你这个扶不上墙的 你来京城这么久了 能不能上点信 把里里外外的事都打听打听 这是京城 这是府衙 又聋又雅的 你能站住脚 是 是 判官气急败坏地训斥 王公是连连点头应试 判官没好气地赶他出去 继续看着壮指发呆 诚 程娘子是不好惹 但高大人更不好惹 惹恼了程娘子 自己就如同那冯林的下场 但如果惹恼了高大人 他就是刘锦权的下场 哎呀 这一次不管怎么做都是里外不是人 闯进死胡同了 福尹大人 这个监柜呀 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自己 不行 虽然告的是民事 但成儿老爷是官 怎么也得让大理私来定夺 好 就怎么办 判官一排急案 正说着话 门被拉开 刚被赶出去的王公氏又跑进来了 他说道 大人 龟德郎将周老爷来了 龟德郎周 判官一个哆嗦 果然 程娘子也派人传话来了 龟德郎周老爷开门见山地问 这个案子很难判定吗 果然不愧是程娘子派来的人 气质汹汹 憋气高小官人那边的人丝毫不信 判官忍不住陪笑 不难 不难 那怎么这几天连个动静也没 那周大人说怎么判 这还用问 证据确凿 这程度思逆产业 计其欺名下 当为别急以财 判官连连点头 是 是 不敢说就是别急以财 他顺口说话 说一半再反应过来 惊讶抬头看着周老爷 他说什么 周老爷说 他说什么 什么不敢说别急以财 这就是别急以财 判官看着周老爷 周老爷 那可是程娘子的父亲 父亲又怎样 父亲做出这种事 难道做子女的就要弃他归隐吗 父亲为大 宗族还为大呢 你难道是想让程娘子 背负欺瞒宗族的罪名吗 程娘子是那种人吗 周老爷义愤的说 判官看着他 慢慢的点点头 他慢慢的说 哦 我明白了 那这事就好办了 送走了周老爷 判官一拍急案 来人 王宫氏急忙进来 看着判官举着壮指 忙伸手切 他讨好的说 大人 是要送去大理寺 小的亲自去 呸 你傻的 这么好的事 怎么能送去大理寺 传原告被告上哪 本官定论宣判 好事 愁得胡子头发 都快掉光了的事 竟然又成了好事 王宫氏一脸不解 接过状子 警城里的弯弯绕绕就是多 老爷 老爷 看着官府的大印 落在文书上 程二夫人 再也忍不住悲伤 眼面流泪 如果不是身后的 两个仆妇蝉腐 神就要晕倒在地上 程大老爷 对着官差笑道 辛苦了 一旁的水村 往地上一个红包 官差们没有推辞 笑着接过 文书 已经更换过了 程大老爷您收好 我们就告辞了 程大老爷 笑着相送 神仙局已经安排好了 请诸位去坐一坐 听听 这就开始摆出一副 主家的嘴脸了 程二老爷 在后面脸色铁青 就是自己长着 这几个店铺的几日里 都没想到 要去那里请人随便吃喝 就怕浪费了 早知道 程之前干什么 为他人做嫁衣 送走差关 程大老爷转身 看到程二老爷 笑着略笑 程二老爷咬牙说道 大哥 这东西 你拿着别烫了手 我拿着天经地义 你拿着藏会烫了手 我这是在关照你 这一次要不是我周全 你现在就要送到大理寺 连官神都保不住了 程大老爷神情淡淡 程二老爷眼睛都红了 你还关照我 这还是你关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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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告诉母亲去 告诉母亲什么 告诉母亲 你拿了你女儿的 正下的产业 不给母亲 本给了妻子私藏吗 你就不怕母亲 再去告你一个无逆吗 想到母亲的脾气 程二老爷不由僵了下 虽然母亲一向以自己为傲 想要自己为她挣一副告密 最是疼爱自己 但架不住自己离开家 而这老大夫妇守着母亲 不知道吹了多少耳旁风 勾陷自己 真要是再被去告了忤逆 这京城就真的不能呆了 你好自为之吧 程大老爷看着哑了火的程二老爷 淡淡地说着 抬脚迈步 等等 程二夫人猛地想到什么 停下哭 大哥 那店铺里还有我的钱呢 你得还给我 程大老爷吱声 你说有就有啊 大哥 这是真的 那家 家娘 把钱都用来包花魁了 店里周转不开 是我拿了家装银贴不上去 这 这才周全的呀 程二夫人急急地说 追上程大老爷 还变卖了好些首饰 程大老爷脚步不停 他说道 都是你说的而已 你说你贴进去好些钱 谁知道你拿着账策这么久 又撕没了多少 我没找你要钱就不错了 你还来找我要 天哪 真是冤枉此人了 大哥 天地良心呢 程二夫人顿时再次大哭 一面拍心口 天地良心呢 天地良心呢 人怎么能这样的黑心呢 还有没有天理啊 我的钱啊 我的手势啊 还有那账策上明显看到日日增长的盈利 就差几天呢 就差几天就要满院了 他就能拿到了 天哪 没法活了 死了死了 成家宅院里 再次陷入嘈杂闲闹 四月初 天色大亮的时候 伴着月宫们的声宵中奏 欲坐上的天子退朝而去 陈少等重臣 继续往秦政殿一室 而其他文武百官则可以散去了 一如既往 高小官人身边拥出了很多人说笑 一个官员在远处看着 地上笑道 还以为高小官人以为耻 搞病不来参加朝会呢 另一个官员 恩了声 他说道 怎么会 高小官员 没病不装病告假 而那位真带着伤的 也没告假来上朝会了呢 说着话 向另外一边 抬了抬下巴 先前说话的官员 向那边看去 见那里也有几个人 正说笑热闹 这些人 多是才授官的新科进士们 他目光看向程四郎的手 笑道 呵呵呵 那位程进士啊 只可惜 官袍袖子太长了 目光扫向程四郎胳膊的 不止他一个人 程四郎恍然未觉 依旧与同僚们说笑 甚至 当有人不怀好意的 故意来问他的伤的时候 还大方的举起手 拉开袖子 笑道 无妨 无妨 皮外伤而已 皮外伤 有人惊讶问道 不是说断了吗 呵呵 怎么会 九场嬉闹 动手动脚 言语冲突而已 哪里会真的伤筋动骨 你这么说把高校官人当什么人了 那官员可不敢随意议论高校官人 文言满跟着笑 不敢再多说 程四郎笑着 招呼身边的人 走 走 今日难得一句 我请客 能够用五万罐包花魁的人 请客 想必一定不同寻常 对时 不少人围了过来 还有人笑着 打去问道 可能得 朱小娘子相陪 自然的 程四郎的笑声 明朗传来 带着无限的 春风得意 这笑声 引得前后左右的人 都看过来 四百多的近视 并不是 能让所有人 都认清记住的 但这个排名靠后的 程四郎 却做到了这点 虽然 是因为得胜楼 征花魁 一举得名 有人 免须摇头 感叹道 真是少年义气 强不羁啊 看神情 似乎是对着 年轻人不满 淡定话语 却似乎 还有些羡慕 当然 也有人 很不满地说 真是荒唐人 荒唐事 竟然还丝毫不休 成何体统 不管他们 怎么一轮 搬着 程四郎的离开 这件事 最终也不过是 说成 少年荒唐事 虽然 不怎么光彩 但 毕竟是私行 再加上 还年轻 到底 也不是什么大事 论起 少年时候 做荒唐事 在朝的官员中 也不是没有 看着散去的人 以及耳边 擦过的议论 高小官人 脸上的笑 有些难看 随从 一脸愤愤地 低声说道 这小子脸真大 还做出跟小官人 你化干戈为玉帛的样子 怪你什么时候 说这件事 就不计较了 废话 高小官人 树梅瞪他一眼 我是傻子吗 我不知道吗 你他娘的 还当面对我说一遍 是不是故意骂我呢 随从拍马屁 拍马蹄上 忙认罪不迭 高小官人 不再理会他 再次看向 程四郎等人 离开的方向 娘的 真不要脸 真无耻 不过 事实证明 无始的人 才能活得自在 他这样 魂不在意地 四处招咬 的确 越发让人觉得 这件事 根本就不算个事 跟自己 也一笑 闽安愁 自己这时候 如果不一笑 闽安愁 倒成了小气的 斤斤计较的 连玩都玩不起的 执娘贼 高小官人 从牙缝里 挤出三个字 呸 身后 传来一声呸 显然 也带着愤怒 这是呸谁呢 高小官人 怒目回身 脸上 顺时 换上笑容 他一面失礼 忙喊道 平王殿下 穿着朝服 面色沉沉 副手而行的 少年亲王 高傲地哼了声 这已经是不错了 如果眼前的人 不是高小官人的话 他连哼都不会哼一声 高小官人问道 殿下 怎么不高兴 平王淡淡地说 高兴 怎么不高兴 你难道不知道 冒平平乱 静安郡王 打胜吗 冒平民乱 得以平复的消息 随着大朝会的散去 很快就传遍了 内宫里 自然也得到消息 因为 静安郡王 还让报喜的人 给太后和皇后 捎了礼物来 这小畜生 宫殿里 贵妃 已经分分许久 地上摔碎的茶碗 已经收拾干净了 但每个人 还都小心翼翼 进来送来的礼物 没有本宫的 内室一脸无奈地 跟随他来回踱步 娘娘 那就是个当地出产的 小挂架 东西是小 礼数是大 这小畜生 从小就会做人 讨每个人都还心 就连庆王受伤这几年 他对本宫的礼数 也从来没有失去过 怎么就这一次 就偏偏忘了本宫的 是啊 不应该呀 静安郡王那么讲究礼数 是不是来人给忘了 这件事的确古怪 按理说 静安郡王不会这样的 贵妃冷笑道 古怪 也不古怪 以前不会这样 现在会了 是因为 他翅膀硬了 出门了 也能理政务了 还能带兵了 还打了圣仗了 长本事了 最关键是 他说到这里 停下脚步 有名忘了 娘娘 这算什么名忘 这怎么不算 这就是算 大家都知道 这个宋子童子 原来不只能宋子 还能打仗 还能当差 娘娘 那又如何 娘娘 越来越容易焦虑了 尤其是 听到静安郡王的消息 一点点 本来无所谓的消息 都能让他 有些失态 看来 高大人走之前说的 要看好娘娘 不是随意说的 娘娘的确有些 又如何 贵妃转身看他 虽然并没有上朝 黄贵妃也能想象到 皇帝的喜悦 她的耳边 似乎回荡着皇帝的大笑声 朕就知道 朕就知道 鬼贵妃说道 这都四月了 立太子的事 怎么还没说定 哦 这个提过了 中书也通过了 陛下说要等冒凭灾乱 平定后再议 再议 为什么要再议 这有什么好意的 皇后娘娘说 四月是太后的生辰 正好一起大喝 皇后 她说 她什么时候 开始说话了 娘娘 皇后的身子 好像好了很多 前日还去拜见太后了 还能出门了 这事本宫怎么不知道 这么大的事 本宫怎么不知道 贵妃又惊又愤怒 这个后宫里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竟然能闭过她的眼了 是皇后吗 是这个女人 已经重新掌控后宫了吗